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几场震撼的体育与法律事件 首先 我们来看看网球界的重磅消息 德约科维奇与阿尔卡拉斯再次在决赛中相遇 历史的悬念即将揭晓 年仅21岁的阿尔卡拉斯有望赢得他的第二个温网冠军 而37岁的德约科维奇则在追逐他历史性的第25个大满冠冠 这场比赛将是去年五盘大战的重演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接下来 我们聚焦女子单打决赛 巴伯拉 克雷吉科娃将对阵贾斯敏 保利尼 这场比赛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惊喜 克雷吉科娃在半决赛中逆转即败四号种子 而保利尼则在草地赛季中首次闯入决赛 究竟谁能捧起大奖 最后 我们转向法律界的重大新闻 巴基斯坦法院推翻了前总理伊姆兰 和及其妻子的非法婚姻定罪 这项判决为他们的释放铺平了道路 然而 随后反恐法院又对伊姆兰汉发出逮捕令 涉及去年五月的暴力事件 局势依然扑朔迷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时刻 德约科威奇与阿尔卡拉斯在决赛重逢 历史悬而未决 未报 伟大并非轻而易举 要在一项运动中站稳脚跟 需要奉献 纪律 毅力和才华 对于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来说 如果他在周日赢得第二个温网冠军 这将是他第四个大满贯冠军 而在21岁的年纪 这将使他迈向成为历史伟大球员的道路 对于37岁的诺瓦克 德约科威奇来说 他正处于创纪录的第25个大满贯冠军的边缘 这一纪录可能永远无法被打破 历史悬而未决 周日的对决是去年的决赛重演 当时阿尔卡拉斯在五盘大战中 击败了德约科威奇 一年之后 这位西班牙人 有望成为公开赛时代第六位 连续赢得法网和温网的男子选手 与此同时 德约科威奇将超越玛格丽特考特 成为历史上大满贯冠军最多的选手 并追凭罗杰·费德勒的八个温网冠军记录 威尔士公主将颁发温网男子奖杯 在德约科威奇 是否能在法国公开赛第二周的膝盖手术后 赶上比赛的戏剧性背景下 追逐第25个大满贯的目标 被奇怪地忽视了 但其重要性 无论是在网球界 还是在德约科威奇的心中 都不应被低估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 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在最近出版的《寻找诺瓦克》 《谜团背后的人艺书》中 作者马克·霍奇金森 引用了曾在德约科威奇教练团队 工作多年的杜桑维米奇的话 诺瓦克的父亲斯尔詹 从不避讳公开表示 诺瓦克在还是个孩子时 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 维米奇说 2010年 当德约科威奇带领塞尔维亚 首次赢得戴维斯杯时 他也相信了这一点 当时费德勒和拉斐尔 纳达尔如日中天 这似乎是一响天开 但现在不是了 我感觉背后有风 他说 因为在贝尔格莱德的观众面前 带来了塞尔维亚的 第一个戴维斯杯 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之后 我感觉自己有了翅膀 之后 我可能度过了 我职业生涯中 最好的一个赛季 连续赢得了40多场比赛 四个大满贯中的三个 我会说 那是我成为 不同球员的时刻 那是我开始相信自己 应该站在顶端 可以比费德勒 纳达尔更好的时刻 德约科维奇在上个月的膝盖手术后 在温王取得了显著的恢复 摄影 新华社Shutterstock 37岁的德约科维奇挑战时间和预期 他在前几轮比赛中 看起来有些不稳定 但随着每场比赛的进行 他的表现越来越好 他说 他不再担心膝盖问题 他的动力也很明确 我知道 罗杰有八个温王冠军 而我有七个 他说 历史悬而未决 当然 第25个潜在的大满贯冠军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但同时也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和期望 每次我现在走上球场 即使我已经37岁了 和21岁的选手竞争 我仍然期望自己赢得大多数比赛 人们期望 我赢得99%的比赛 当然 我知道悬而未决的是什么 任何我参加的大满贯比赛 现在总是有历史悬而未决 我会尽力利用这一点 来发挥我最好的网球 他需要这样做 因为阿尔卡拉斯 在巴黎获胜后信心十足 这位西班牙人 在他参加的所有三个大满贯决赛中都获胜了 像德约科维奇一样 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的表现也在提高 摆脱了在红土赛季 早期困扰他的前臂伤病 他能够用他那猛烈的正手机球 他也比德约科维奇年轻十六岁 这是自50年前 吉米·康纳斯在温网和美网 击败39岁的肯罗斯沃尔以来 大满贯决赛中最大的年龄差距 德约科维奇将成为公开赛时代最年长的大满贯冠军 并在双方交手记录中以3比2领先 但阿尔卡拉斯会从去年汲取经验 我知道与德约科维奇比赛的感觉 他说 我在大满贯比赛中与他交手过几次 在大师赛1000决赛中也交手过 我知道我需要做什么 我相信他也知道如何击败我 这将是一场非常有趣的比赛 但我准备好迎接挑战 并且我准备好表现出色 巴伯拉·克雷吉科娃对贾斯敏·保利尼女子单打决赛 未报 仅显示关键事件请开启JavaScript 以使用此功能 实时更新 关键事件19分钟前序幕 仅显示关键事件请开启JavaScript 以使用此功能4分钟前8.29分EDT BBC的精彩内容 他们的报道 以两位温布尔登冠军开场 比利真金6次单打冠军和马蒂娜·纳弗拉蒂洛娃9次 他们实际上在谈论双打 在克雷吉科娃的旅程中 双打如何帮助世界上最好的选手 保持敏锐和专注 纳弗拉蒂洛娃是老派的 如果你不够健康来参加双打 那么你也不够健康来赢得单打 金补充说 当他在1973年决赛中击败克里斯·艾福特时 他对赢得双打比赛更感兴趣 并且做到了 爱死了 分享9分钟前 8点23分EDT这是来自SW19的更长预览 由图玛尼·卡拉约尔撰写 克雷吉科娃和保利尼计划在不太可能的女子 温布尔登决赛中大放一彩阅读 更多分享19分钟前8点14分EDT序幕亚当·科林斯 现代女子大满贯网球的美妙世界 又带来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决赛 在杰克角落 巴伯拉·克雷吉科娃 直到他职业生涯的后期 他一直是双打高手 与卡特琳娜·悉尼亚科娃一起赢得了一切 但在2021年 这一切都改变了 他在法国公开赛上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尽管在2022年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排名 但直到本周 这位亚纳·诺沃特纳的门徒 还没有在另一个大满贯赛事中 超过四分之一决赛 但在半决赛中 他在落后的情况下 击败了四号种子 埃琳娜·雷巴金娜 克雷吉科娃有机会再举起一个大奖杯 来自意大利的是七号种子 贾斯明·保利尼 他在2024年享受了一个美好的赛季 这位28岁的选手 在1月份的墨尔本 首次超过大满贯赛事的第二轮 从那时起 他的表现包括在法国公开赛决赛 被一家斯维泰克直落两盘击败 现在在草地上进入今天的决赛 在此之前 他从未在草地赛事的正赛中赢过一场比赛 三次在SW19的首轮被淘汰 如果这位小钢炮在这里获胜 这将是最伟大的故事之一 所以我们就这样了 哦 这两人唯一一次交手 那是在2018年澳大利亚公开赛的资格赛 他们都走了多远 一个有趣的下午在等待 比赛将于下午两点开始 你可以用通常的方式与我交谈 如果你更喜欢 我也仍然活跃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网站上 不要问我为什么 但我永远不会离开 决赛日的感觉 《笑容可居》温布尔登 at Jasmine Paolini at Bikrejsekova Peak Twitter.com FYUIYUXJQ 温布尔登 at Wimbledon 2024年7月13日 分享探索更多这些主题 温布尔登2024温布尔登 网球 分享重用此内容 巴基斯坦法院 推翻伊姆兰汉和布什拉比比的 非法婚姻定罪 未报 巴基斯坦法院已宣判前总理伊姆兰汉及其妻子无罪 解除他们因非法婚姻而被指控的罪名 这一判决是在他的政党赢得最高法院保留席位的多数席位的第二天做出的 伊姆兰汉的国际事务和媒体顾问赛伊德 卓尔菲布哈里表示 法院不仅驳回了案件 法官还下令立即释放伊姆兰汉和他的妻子 布哈里说 没有任何味觉案件可以将汉继续关押在监狱中 伊姆兰汉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PTI 要求立即释放汉和他的妻子布什拉比比 汉和比比在2月大选前几天被巴基斯坦地方法院判处7年监禁 法院认定他们违反了伊斯兰法律 没有遵守比比离婚和再婚之间的必要间隔 汉在包括非法婚姻和泄露国家机密 指控在内的四大案件中被判刑 自去年8月以来一直被监禁 他在所有案件中都被宣判无罪或获得保释 汉的支持者和亲密助手正在庆祝非法婚姻指控 称为伊达特案的无罪释放 希望这将为他的释放铺平道路 但在汉的无罪释放命令发布几分钟后 当地媒体报道称巴基斯坦反恐法院已发出书面命令 要求逮捕和审问汉涉及去年5月9日他被捕期间的暴力事件 巴基斯坦法官称情报机构威胁他们关于伊姆兰汉的案件 阅读更多在他被捕后不久 汉的支持者袭击军事设施和建筑物抗议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暴力事件 汉被指控为动乱的幕后主使 布哈里说 现在我们突然听到汉必须在于5月9日暴力事件相关的案件中接受审问 他的妻子也涉及腐败案件 这是对正义的嘲弄 但我们知道这些假案件在法庭上站不住脚 法院正在释放伊姆兰汉 但行政和军事机构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假案件以将他关进监狱 为什么这些案件之前没有被提出来 查看全评图像2023年5月9日巴基斯坦白沙瓦 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抗议汉被捕的支持者 摄影 Hussein Ali Pacific Press Shutterstock 和指责巴基斯坦强大的军方及其首领 对他怀有个人怨恨并下令逮捕他 几十年来 巴基斯坦一直由军事独裁者统治 强大的军方在政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前信息部长监汉的前亲密助手法瓦德 乔杜里表示他因政治原因而非犯罪活动被关押 伊姆兰汉的逮捕是对巴基斯坦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的政治报复的延续 乔杜里说 当局太害怕释放伊姆兰汉 因此拼凑了一系列假刑事案件将他关进监狱 政治分析家和作家扎西德·侯赛因表示 汉在伊达特案中的无罪释放是预料之中的 因为该案毫无法律依据 侯赛因说 也预料到军事机构不希望汉出狱 他将因另一个捏造的案件被捕 但现在军方要长期关押汉并不容易 因为司法机构正在发挥作用 我们昨天在主要保留席位案件中看到了这一点 军方和政府的压力不起作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伟大并非轻而易举 要在一项运动中站稳脚跟 需要奉献 纪律 毅力和才华 对于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来说 如果他在周日赢得第二个温网冠军 这将是他第四个大满贯冠军 而在21岁的年纪 这将使他迈向成为历史伟大球员的道路 对于37岁的诺瓦克 德约科维奇来说 他正处于创纪录的第25个大满贯冠军的边缘 这一纪录可能永远无法被打破 历史悬而未决 周日的对决是去年的决赛重演 当时阿尔卡拉斯在五盘大战中击败了德约科维奇 一年之后 这位西班牙人有望成为公开赛时代第六位连续赢得法网和温网的男子选手 与此同时 德约科维奇将超越玛格丽特·考特 成为历史上大满贯冠军最多的选手 并追凭罗杰·费德勒的八个温网冠军记录 威尔士公主将颁发温网男子奖杯 在德约科维奇是否能在法国公开赛第二周的膝盖手术后赶上比赛的戏剧性背景下追逐第25个大满贯的目标被奇怪地忽视了 但其重要性无论是在网球界还是在德约科维奇的心中都不应被低估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在最近出版的《寻找诺瓦克·谜团背后的人》一书中 作者马克·霍奇金森引用了曾在德约科维奇教练团队工作多年的杜桑维米奇的话 诺瓦克的父亲斯尔詹从不避讳公开表示诺瓦克在还是个孩子时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 维米奇说 2010年当德约科维奇带领塞尔维亚首次赢得戴维斯杯时 他也相信了这一点 当时费德勒和拉斐尔纳达尔如日中天 这似乎是一响天开 但现在不是了 我感觉背后有风 他说 因为在贝尔格莱德的观众面前 带来了塞尔维亚的第一个戴维斯杯 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之后 我感觉自己有了翅膀 之后 我可能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个赛季 连续赢得了40多场比赛 四个大满贯中的三个 我会说 那是我成为不同球员的时刻 那是我开始相信自己应该站在顶端 可以比费德勒·纳达尔更好的时刻 德约科维奇在上个月的膝盖手术后 在温网取得了显著的恢复 37岁的德约科维奇挑战时间和预期 他在前几轮比赛中 看起来有些不稳定 但随着每场比赛的进行 他的表现越来越好 他说他不再担心膝盖问题 他的动力也很明确 我知道罗杰有八个温网冠军 而我有七个 他说 历史悬而未决 当然 第25个潜在的大满贯冠军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期望 每次我现在走上球场 即使我已经37岁了 和21岁的选手竞争 我仍然期望自己赢得大多数比赛 人们期望我赢得99%的比赛 当然 我知道悬而未决的是什么 任何我参加的大满贯比赛 现在总是有历史悬而未决 我会尽力利用这一点 来发挥我最好的网球 他需要这样做 因为阿尔卡拉斯在巴黎获胜后 信心十足 这位西班牙人 在他参加的所有三个大满贯决赛中 都获胜了 像德约科维奇一样 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的表现也在提高 摆脱了在红土赛季早期 困扰他的前臂伤病 他能够用他那猛烈的正手击球 他也比德约科维奇年轻16岁 这是自50年前的吉米 康纳斯 在温网和美网 击败39岁的肯罗斯沃尔以来 大满贯决赛中最大的年龄差距 德约科维奇将成为公开赛时代 最年长的大满贯冠军 并在双方交手记录中以3比2领先 但阿尔卡拉斯会从去年汲取经验 我知道与德约科维奇比赛的感觉 他说 我在大满贯比赛中与他交手过几次 在大师赛1000决赛中也交手过 我知道我需要做什么 我相信他也知道 如何击败我 这将是一场非常有趣的比赛 但我准备好迎接挑战 并且我准备好表现出色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决赛 重逢无疑是网球界的盛事 德约科维奇的25个大满贯即将到来 他将超越玛格丽特考特 成为大满贯冠军最多的选手 这不仅展示了他的顽强斗志 更是对年轻一代球员的激励 而阿尔卡拉斯虽然年轻 但他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21岁的年纪就有望成为历史伟大的球员 两人之间的对决不仅是技巧的较量 更是心理素质和经验的比拼 哎呀 楚天书 别忘了德约科维奇已经37岁了 他那个膝盖手术还能撑多久 再说 阿尔卡拉斯可是年轻 体能充沛 就像拿破仑在滑铁卢的那场战役一样 年轻的他能够带来更多的激情和活力 德约科维奇现在更多是依靠经验 而不是实力 所以 这场比赛更像是一场老将 对抗新秀的戏码 阿尔卡拉斯迎面更大 谢奇奇 你这种论点就像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是因为他头发乱 而不是智慧 德约科维奇的经验和心理素质可是无价的 他在过去的比赛中已经证明了 37岁的他依然能够挑战年轻的对手 别忘了 他曾经连续赢得了40多场比赛 这可是靠实力 而不是侥幸 阿尔卡拉斯虽然年轻 但在面对如此有经验的对手时 还是容易心态崩溃 哈哈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说德约科维奇是网球界的神 无论多老都能赢 可现实是 他的膝盖已经像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桥梁一样 随时可能崩溃 阿尔卡拉斯不仅年轻 而且他已经击败过德约科维奇 这可不是小事 现在的网球比拼的不仅是经验 更是速度和力量 阿尔卡拉斯正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谢奇奇 你这种观点简直就是在说哈姆雷特的问题 是因为他没吃早餐 德约科维奇的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是众所周知的 他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膝盖手术中恢复 这已经证明了他的顽强 阿尔卡拉斯的确有潜力 但潜力并不等于胜利 比赛中更多时候是意志力和心理素质在起作用 而这正是德约科维奇的强项 楚天书 你这话就像说莎士比亚的剧本 因为他写字好看 德约科维奇的恢复能力再强 也不能改变他已经过了巅峰期的事实 阿尔卡拉斯的年轻 恒活力正是他最大的优势 就像亚历山大大地那样 他能够迅速适应和应对变化 德约科维奇可能在心理上占优 但体力和速度上 阿尔卡拉斯可是一马当先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嘞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可是个大新闻 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重磅对决 就像场面上的烟火秀 历史悬而未决 悬在那儿等着我们去揭晓结果 这两位可是网谈的天神 一个是37岁的老将德约科维奇 追逐着他那第25个大满贯奖杯 另一个是21岁的新星阿尔卡拉斯 年轻气盛 还想再添一座温王奖杯 这仗可不是一般的仗 去年阿尔卡拉斯五盘大战 赢了德约科维奇 这次能不能重现辉煌 还真是不知道 而说到德约科维奇 这位塞尔维亚铁汉可不是吃素的 费德勒 纳达尔都被他看作是超越的目标 你知道吗 这哥们一开始 赢了戴维斯杯后 就感觉自己长了翅膀 简直像插上了火箭 一路狂飙 连赢40多场比赛 真是过瘾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是那科想赢的心可一点没变 膝盖手术后能这么快恢复 还能在温王这么有发挥 真是让人佩服 要知道 他可是奔着第八个温王冠军 和第25个大满冠去的 这压力和期待就像一座大山 但是他却迎难而上 真是个厉害角色 再说说阿尔卡拉斯 这小伙子可是充满了能量和自信 巴黎的胜利让他信心爆棚 这次来温王也是准备充足 前臂伤病一扫而光 正手击球如猛虎下山 他比德约科维奇年轻16岁 哎呀 体力和速度占尽优势 自打去年赢了德约科维奇之后 他心里就有底了 这次还能不能再给老将来个回马枪 真是让人期待 好了 再说说另一边的女子单打决赛 克雷吉科娃对阵保利尼 这两位选手的对决也充满了戏剧性 克雷吉科娃曾经是双打高手 现在单打也玩得风生水起 他在法网夺冠后 跑到温王半决赛 还能逆转 击败四号种子雷巴金娜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而保利尼 这位意大利的钢炮 今年状态也不错 法网决赛 打到最后一步 虽然输了 但那股韧劲儿真是佩服 现在他又跑到温王决赛来了 这可是他第一次在草地赛场上 有这么好的表现 之前全是首轮出局 这次能不能笑到最后 也真是个悬念啊 不过最细剧化的莫过于咱们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的故事 这哥们和老婆因为所谓的非法婚姻被判了七年监禁 结果巴基斯坦法院却在他政党赢得最高法院保留席位的第二天给他翻案了 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法院直接宣布 他们无罪 还下令立即释放 简直是大翻盘啊 不过 这事还没完 巴基斯坦反恐法院又突然冒出来要抓他 涉及去年5月9日的暴力事件 这简直是戏中有戏 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总之 这个周末可真是热闹非凡 有网谈神仙打架 又有政治戏剧翻番 真是让人应接不暇 大家伙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我们一起看个过瘾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